上节课呢 我们把关注给它实现了 那么这节课我们去实现下面的内容 我们把收藏的这个按钮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当我们点击这个新型的时候呢 就会对文章进行一个收藏 其实收藏呢 我们在前面 我们在首页的时候呢 我们去实现过类似的功能 我们把这个功能去给它搬过来 其实就可以 那么我们直接去给它写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的HomeDetail里面 我们找到收藏的按钮 在下面 这是我们有三个按钮 那么中间这个按钮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收藏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事件 我们叫LikeTab 然后去我们的Message里面 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我们这个叫关注 然后我们去打印一个日志 我们打个收藏文章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这里 我们去点击一下 我们点击之后 可以会触发我们的这个事件 事件触发之后 我们要去实现我们的逻辑 那么逻辑怎么实现呢 我们在最后面 我们这里去给它写上备注 关注作者 那么下面呢 就是收藏文章 然后我们叫SetUpdateLike 我们叫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去调用我们的AP 就是this.dollarAPI. 我们之前的收藏文章 用的是哪一个API呢 我们用的是UpdateLike 然后我们去给返回 那么UpdateLike 这下我们是给它传了一个什么参数 我们传了一个Article ArticleID 我们会有这么一个参数 那么同样我们把它在我们的参数里面 我们去获取一下 然后去给它输出一下 我们在哪里调用呢 我们在上面声明的LakeType里面 我们this.dollar SetUpdateLike 然后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传一个ArticleID 这个ID呢 我们同样 我们在我们的点击事件里面获取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点击事件里面 在这里 我们fromData.id ID呢 就是我们本章的ID 其实我们这个ID前面有一个下滑线 那么更新收藏呢 我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是怎么做的 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User这里面会有一个ArticleLakeID 这里面呢 是我们收藏的所有文章 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的文章 有没有添加到这个数组里 当前呢 它是有一个两个 有三个ID 那回到我们的Groom里面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 那它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收藏成功 说明我们的云函数呢 已经执行完了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User表里面 点击刷新 刷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减少一个 说明我们之前这个文章呢 已经给它收藏了 我们再点击的时候 其实是取下收藏 我们现在呢 再去点击一下 那我们去刷新 那这里呢 又会加回来 然后我们的收藏呢 就已经去完成了 同样跟上面关注一样 我们需要让它的状态 收藏之后变成一个实现的新型 那么跟关注同理 我们找到我们的getDetail里面 我们有哪个字段表示收藏呢 一slack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去判断一下 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谁呢 我们必须要判断的是这个type 我们直接加个冒号 type的话 我们是from data.like 它如果是true的话 那么我们显示什么呢 我们去给它显示一个 heart -field 这就是我们实现的图标 那么空性的呢 我们就heart就可以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groom里面 我们去刷新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是一个实现的 我们点击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刷新页面 那它就变成一个空性的了 然后我们需要在我们收藏成功之后呢 我们同样的去给它做一些操作 在收藏之前 像关注一样 我们先让它show loading 收藏成功之后呢 我们隐藏loading 然后我们需要去判断收藏的状态 那就是this.fromdata.eslack 等于什么呢 等于探号 this.fromdata.eslack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切换 我们图标的状态了 切换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显示一下 我们的状态 给它写一个title title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判断一下 this.from.eslack 它是true的情况下 我们去给它弹出一个收藏成功 否则呢 我们弹出一个取消收藏 然后回到croom里面 我们去给它试一下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音面 我们点击 这里给我们报了个错 我们多写了一个内容 在这里把h给它删掉 然后我们去点击 我们这个状态呢 已经变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收藏成功 我们把这个icon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再去试一下 我们点击 收藏成功 取消收藏 我们再点击呢 收藏成功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收藏按钮 我们就已经给它去实现完成了 那收藏 我们去实现之后呢 我们去实现最后 这个点赞功能 点赞功能怎么实现呢 点赞功能 其实跟我们上面的关注 它很像 唯一不同的是 我们关注它是一个双向的 我们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关注 然后呢 我们去取消它的关注 那么点赞呢 我们只能点赞 我们不能取消 同时点赞完成之后 上面我们的赞这里 我们会给它加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就去把它给它实现一下 先回到我们的 可乐的functions里面 我们新建原材数 我们叫什么呢 update sum up 然后点击创建 因为跟我们的关注内容啊 其实很像 所以我们就快速的把它去实现一遍 首先我们先获取 db等于 unicloud 我们先获取 数据库的引用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然后呢 我们去接收参数 参数呢 我们接收个event event里面有 useid 然后呢 会有一个 articleid 因为我们是给文章点赞嘛 所以我们要接收一个文章id 我们接收这两个参数 接收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去获取用户的信息 我们const user等于 event db.collection 然后我们去传一个user db.doc 我们把userid给它 传进来 然后db.get 获取到我们的user表 然后呢 我们会在user表里面 有一个 assembleup articleids的这么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 存着我们所有点赞的文章id 我们直接给它获取 是什么呢 assemble up articleids 等于user.data 然后d0项 我们点samble thumbs assembleup 然后呢 article ids 我们获取到这个字段之后 我们先去给它判断一下 if assemble.app articleids 然后点inclode 然后把article 我们这里拼错了 articleid 我们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跟关注一样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个const 然后assemble.ids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里去声明一下 声明一个操作符 然后db.cmd 我们点一个 那如果说我们的articleid存在的话 这次我们就不从数组里面去给它删除了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直接给它return return呢 我们扣的 我们是还是200 然后我们的message呢 我们去给它返回一个 你已经点过赞了 我们去给返回这么一个信息 就表明我们已经点赞过了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其他操作了 那否则呢 我们就 assemble.id 然后我们就给它set到里面 然后我们再去更新 rdb.collection user 更新谁呢 更新userid update 然后我们要去更新的字段是 assemble.up article.ids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更新我们的信息了 然后return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返回一个code 等于一个200 然后呢 msg是点赞成功 这样呢 我们的云函数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去验证一下 我们写的对不对 那我们就在这里去给它配置一个运行参数 运行参数呢 我们给它打一个userid userid 就是我们的 这个userid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articleid 我们去给第一个文章 我们去给它点个赞 然后我们上传银含数 我们试一下 上传并行 然后上传完整之后呢 这里给我们报告个错 我们的event 又是一个评写错误 那我们改一下就行 event 然后我们再次去给它进行一个上传 现在呢 我们的云函数 给我们返回了一个失败 失败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什么都没有返回 正好呢 现在带同学们去看一下 我们的云函数报错之后 我们怎么去排错 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错误 那首先我们已经运行失败之后 我们回到web控制台 我们点击上面的云函数 云函数是这里呢 有一个云函数 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找到我们之前去声明的云函数 我们叫update sambleup 然后我们点击日志 日志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第一条 就是我们刚才上传的这条日志 然后我们所有的信息呢 都会在这里显示 最下面呢 它会告诉我们是哪里出错了 它是说呢 我们去改变了一个cost的声明的一个值 那么我们回来看一下 我们哪里去改变了 是这里 因为我们下面呢 把simbleids 我们去给它做了一个复值 但是我们声明的是常量 所以我们应该改成lat 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呢 这个报错 我们就去给它解决了 如果说同学们 我们的云函数上转失败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去看日志 然后找到我们的问题 然后去进行解决 解决完成之后 我们再次去给它进行一个上传并运行 现在呢 就是点赞成功 点赞成功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我们找到user user下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simbleup articleids 这里呢 就给我们插入了一个内容 说明我们的点赞呢 已经成功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上传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已经存在了 那是不是就会走到我们这个判断里 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你已经点过赞了 那么看一下 这里呢 返回就是 你已经点过赞了 这就说明我们的云函数呢 已经成功了 我可以信给你 找哦 我像你 我